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是賴若芳 我很想和大家分享 《我經理神》三次的特別醫治 第一次在2000年左右 當時我幫我妹妹照顧寶寶 可能寶寶太重 經常要買菜 弄得腰骨痛 痛了大半五個月 有一次我在家煮菜的時候 刨絲瓜 打算蹲下刨絲瓜 一蹲下就哎呀 腰骨痛到我 不可以弄低身 要伸直一伸 幸好當時我兒子站著 他立刻放椅子給我 刨絲瓜 刨絲瓜之後 我都起不了身 要兒女扶我起身 痛到不交關 當晚我叫牧師上來 幫我祈禱求神醫治 兩次左右 第二次 當我們和牧師和我兒子 敬拜讚美的時候 我們很投入 很開心 當完讚美的時候 我看到地下有刀絲 於是我蹲下 我腰骨 完全沒有痛 難道神醫治了我的腰骨 我馬上去寶寶床 彎低身 抱我寶寶起床 真的沒事 完全沒事 很開心 原來神醫治了我的腰骨 很感謝主 第二次 我有一個痛症 住在醫院 已經住了三天 但三天都沒有好 仍然都是這麼痛 我心想 住了三天 都沒有好 於是 那時候我又召了二姆斯 來和我祈禱 二姆斯和我祈禱 之後 他走了不久 我要起床去寶寶 去了寶寶 我一發覺開始 已經沒有那麼痛了 已經 去完廁所回來之後 我還可以坐在這裡看電視 因為那時候我是住大房的 同房有很多病人 都有幾個 他們見到我 為何這麼精神坐在這裡問我 我跟他們說 是呀 我先頭叫了二姆斯 來和我祈禱 求神醫治我 我跟他們說 神真的 在我們有需要的時候 會幫助我們 同時也會醫治我們的疾病 講神的信息給他們聽 很希望他們都相信耶穌 很開心 神又一次很清晰地 醫治我的痛症 第三次就是我放工 坐巴士 我買了菜 拿了很多菜 坐了巴士樓上 當我差不多到站的時候 我打算拿了一些菜 就下車了 因為我是坐樓上的 走了兩級 巴士就跟著開車 我整個人 塞了重心 就飛到巴士樓下下層 那些菜 全部都掉到地上 我很害怕 當時都 整個人都在上面飛了下去 然後我想一下 立即收拾一些菜 又看看自己的腳 有沒有事 發覺我腳沒有事 當時已經很安慰 知道我沒有事 於是拿了一些菜 下車 然後回家 當我回家的時候 我經過商場 在商場的時候 走過商場 我發覺 右腳的腳尖 開始有點痛 有少許痛 我心 感到不妙 我說死了 難道不然 現在才有腳 但是因為 我要趕著回家 煮飯 給小孩吃 又沒有空去 到晚上 我做好家務之後 正下來的時候 當我睡醒的時候 是星期六 因為我要回家會 婦女團契 但是 當我早上起床 那隻腳 一碰到地上 就立即 很痛 痛到不可以碰地 要拿一支拐杖 靠左腳 就這樣 趕著趕著走 我看到 我走不了 我接著 打電話給師母 跟她說 因為我昨晚 在巴士那裡 不小心弄腳 今天不回來 團契 那我 那怎麼辦 因為腳有事 我心想 因為下個禮拜 我們教會 舉行報行籌款 糟糕 我已經報名參加了 有很多教友都支持了我 已經認捐了些錢 我說怎麼辦 如果我出不了席 就變成幫不了 教會報籌款 我心想到這裏 就很不開心 於是我求神 你快點醫治我的腳 讓我快點好 讓我趕得及可以 為教會報行籌款 然後我上床不休息 然後有個電話 找我 那電話是我的家長打來的 因為我當時 幫那間教會 跟新移民補習 這個家長打電話 我聽說 他們兩個兒子 我也有份幫他補習 他說 很不聽話 不知道怎樣教他好 不知道跟我談這個問題 我就提供他 帶這兩個兒子 回教會 因為回教會都很好 有神會教導他 也有聖經道理學 跟著我跟這個家長 又分享我以往的經歷 又跟這個家長說 也叫他回婦女團契 也跟他分享神的訊息給他 當我收到訊息後 我下床了 當我的腳跌到地上 其實我也很害怕更痛 當我踌到地上 我便發現 為何完全不痛 我開心得 我一直在摸摸摸摸摸摸摸 看著我的腳 我便沒有事 真的完全不痛 我很感謝主 神醫治了我 所以說 你們要先求神的國 和他的言 這些東西也要加給你門了 感謝主 神醫治了我的病 我要將榮耀歸給我們的神 iman coupon 我誠 身的神 接着 報告 行了 寶寶 水